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个穴位呢有很好的输筋活络的功效 所以是我们身上自备的落枕药 那当我们落枕的时候就可以啊用大拇指按这个穴位3到5分钟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落枕的疼痛了 因为呢轴疗血属于首阳明大肠颈 而首阳明大肠颈巡行经过肩颈部 所以呢我们刺激这个穴位 能够输调肩颈部的经络气血 能够迅速的缓解肩颈部的肌肉精卵 所以啊当我们落枕的时候 不妨呢就试一试这个穴位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呀有很多人都被便秘所困扰着 如果便秘不仅啊会感觉到腹部肿胀 而且呢脸色也不好 这都是因为呢毒素在体内没有排出去 那么木子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两个防止便秘的穴位 一按一按腰后面的大肠疏血 大肠疏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在第四腰椎脊涂下 那旁开1.5寸的地方 大肠疏啊是做推拿针灸按摩时经常会被用到的穴位 这个穴位可以用手指按压 也可以呢转圈的按摩 那哪个方面啊就可以用哪种方法 一般呢按3到5分钟 就能够很好的防止便秘的情况了 二就是拿捏一下腹肌 具体方法呢就是可以先躺在床上 然后用双手的食指 用力的拿捏腹部的肌肉 一般呀捏50次左右就可以 那可以一个手一个手捏 也可以呢两个手同时的捏 那这样啊对治疗便秘效果呢会更好 那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好预防和治疗便秘的工作 饮食尽量要清淡一些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并且多做运动 这样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腰肌老损和腰椎肩盘突出的人呢 都会出现腰背酸痛 浑身无力等症状 就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两者啊也有不同之处 那么应该怎么区分和改善呢 腰椎肩盘突出一般发生在20到40岁之间 一般男性偏多 劳动力较大或者是长期服安工作和长期站立的人比较多见 而出现腰痛大多表现为隐隐作痛 有时呢还伴有臀部疼痛 腰肌老损则是重体力劳动的人急性腰扭伤 没有及时的治疗和处理 从而引起腰肌老损 那腰肌老损表现为腰部酸痛和胀痛 而部分地方会有刺痛和灼痛感 会随着天气变化疼痛加重 那么有腰肌老损的人可以通过简单的动作来增强腰肌的力量 减少腰肌损伤 可以啊像这样做一下小叶飞 俯卧把两个手放在身体两边 两条腿要伸直 然后把头胳膊和腿慢慢的抬起 保持一定的时间 然后回到原位反复做30次 还可以啊像这样做俯卧挺腹 仰卧 然后呢双腿弯曲像拱桥一样 将臀部向上抬起 双手环抱在胸前 保持这个姿势几秒 然后回到原位 也是呢反复做30次 那这两个小动作要坚持做 不能操之过急 只要长期坚持就会有所改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